新聞的詳細內容 警方繼續調查屯門一個住宅單位 發現兩具男嬰屍體的案件 拉著一對男女 不相信是嬰兒子的父母 要解剖確認男嬰死因和死亡時間 而其他上面都是絕驚一點 發生這種事始終有點害怕 而且他們覺得很古怪 沒感覺到 昨晚阿雪問了我 我都沒感覺到 我家裡有個孫兒子 我經常回去 美行樓附近是新虛街市 街坊就形容這一頭治安不錯 不時都有警察巡邏 警方是在星期五中午接到一個清潔工人報案 說單位租客日前搬走 按業主指示常換清潔 發現了兩具男嬰屍體 分別浸在兩個大概30厘米高的玻璃瓶 放在客廳地板 屍體的表面並沒有任何的明顯傷痕 至於死亡的時間 原因或者進一步細節 我們需要交給法醫進行解剖檢驗 來確定死因 據了解案男嬰屍體的大小 警方不排除男嬰一出生就已經腰折 需要解剖查證 警方追查之後 先後在油麻地 拉了一男一女 涉嫌非法處理屍體 男兒犯24歲 報稱是倉務員 有黑社會背景 22歲的女人就報稱公關 兩人是情侶關係 2022年年底遭用涉案的單位 近期搬走 初步調查得知 相信這兩名被捕男女 應該是這兩位嬰兒屍體的父母 至於他們為何要這樣做呢 就有待我們進一步調查 才可以確立到整件事的原因 警方強調非法處理屍體是嚴重罪行 一經定罪最高可以判囚7年 無線電視記者蔡重雲報導 有醫生就說 會有市民在家分娩 雖然情況極少 但無論初生BB的狀況如何 父母都要打999求助 本港絕大多數就離生得的孕婦 都會去到醫院生BB 有多年接生經驗的醫生說 亦都有孕婦趕不及去醫院 在家或者其他地方生BB 但情況極少 他認為BB在家順利出生也好 都要立即打999 安排媽媽和BB去醫院檢查 我們一定要立即傳到醫院 給他護理 因為去到要評分 看他有沒有吸了胎水 要跟他抽談 檢查一下 例如心有沒有事 肺有沒有事 神經中症系統有沒有事 然後又要護理磁帶 去到醫院看看胎盤是否齊 如果不齊 即是有些胎盤留在媽媽的身體裏面 醫生要幫媽媽拿胎盤出來 即是剩餘的胎盤出來 如果不幸 在家自行分娩之後 父母認為初生BB沒有生命跡象 本身是醫生的立法會醫療衛生界議員說 要立即打999求助 否則有機會違法 其實自己有時 法醫來到就會將個案轉介去做一個否驗 根據生死登記條例 父母必須在嬰兒出生之後42日之內 向出生登記處辦理登記 如果42日之後不超過一年內辦理 就要付費用 如果有人乞意不辦理 即屬違法 一經定罪 最高罰款2000元或者入獄6個月 無線電視記者何曼君報導 再講一下立法會法案委員會 繼續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有議員就關注批評政府施政 或者在家管有被視為煽動的報章 會不會觸犯法例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委員會 再召開四節會議逐條審議條文 有議員關注商界很多時有倡議活動 會不會構成煽動意圖 會不會觸犯法例 告發政府部門或者是強烈批評政府的表現 又例如關於社會生活水平 或者政府經濟政策的評論 會不會觸犯法例呢 我呢都是很斬釘切鐵很清晰地和大家說 這個煽動意圖罪絕對不阻礙任何人表達 對政府的政策有不同意的意見 如果你的動機是希望大家為大家好的 你和政府意見不一樣的 很強烈的一些問題沒有很歡迎 但如果不是的你純粹那些東西是挑到人家仇恨 希望人家去破壞政府破壞國家 那這些當然是另一件事情 至於管有煽動刊物 有議員問如果在家裡收藏 被視為煽動的刊物會不會犯法 以往有份很出名的報紙叫蘋果 那它絕對是煽動的了 那有些人呢 他想著要記錄一下這個這麼壞的報紙 那把它放在兩份的家裡 那會不會都是屬管有煽動性刊物呢 當局說不評論個別刊物 一般情況而言 視乎刊物有沒有煽動性 法例通過了之後 你還拿著這些 而這些物品是有煽動意圖的 就是違法的 它什麼時候出品並不重要 原來我那個刊物我放在那裡很久 我都不知道原來我還放在那裡 我目的都不是要你做煽動 放在那裡我都不知道存在了 我相信這個就是一個合理辯解 亦有議員關注如何區分有組織 以不同的名義招攬成員非法操練 這些演練通常都是會掛羊頭賣狗肉的 它肯定是用康樂活動來處理 來做招攬 它改過叫什麼名字並不重要 而實質它做的什麼行為 我們是規管它那個行為是什麼 所以就算你是掛羊頭 或掛什麼頭 賣狗肉始終都是狗肉 委員會星期日仍然有四節會議 無線電視記者曾今報報導 粉嶺高爾夫球場舉行第二日 我認為國際的坦克城市是一個正確方向 希望搞多這些城市大家都開心 球賽正式開始之前 觀眾可以到練習區看球手熱身 有青島自由行的旅客來觀賽兼買東西 用了5900元買包商門票 我是這個大陸開通香港自由行之後 應該是首批從這個大陸過來的這樣的一個觀眾 作為我到live來看這個香港站的比賽 我覺得特別好 讓我們在家門口就能感受到live的一個魅力 我專門買了最貴的包廂 在那邊叫54人俱樂部 然後呢其實我平時還是一個滿節約的人 但是為了看live就願意投入 如果時間允許的情況下 我想後天再轉轉香港 沒有預算 因為來一次香港就想的是 咱們這也是購物的天堂嘛 然後如果遇到自己喜歡的合適的 也會買回去 正式開球 球迷都選好位置近距離觀賽 我們看到的其他的比賽都是會比較傳統一些 然後比如說開球的時候 這個都會保持安靜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開球的時候 大家都會有music在旁邊環繞 充滿party的一種氛圍 有球迷就認為球場仍然可以有些改善 門口接待的時候要設立一個存包的地方 因為我們是來自全球各地 有一些行李啊什麼的 就存放不是很方便 有本地和外國觀眾都說提得盡興 期望有更多的體育城市 以前我們有個European Tour的時候 都厲害的 這個來說是很大的賽事 掌金到我們都看到 這個很震撼的 等於香港打到溫布頓一樣 如果香港是舉行到這些賽事 都是香港的光榮 就像現在大小來看球 都不怕悶傷小朋友 因為現場設有體驗區 給小朋友試試打高爾夫球 和踢足球等等 比賽結束之後還有音樂會 大會請來外國著名電音歌手 又有concert 除了只是Golf之外 還有其他地方可以有些facities 給小朋友 除了天氣 其實都會80分以上 如果加上天氣 就應該90分以上 國際方面 美國總統拜登表明 如果國會通過針對內地短片分享平台TikTok的法案 他會簽署 而前總統特朗普就暗示不支持禁用TikTok TikTok就說有關法案 踐踏美國人的憲法權利 美國眾議院能源及商業委員會 被星期四通過法案 要求短片分享平台TikTok 位於北京的母公司折折跳動 剝離對這個平台的控制權 法案預計 未來星期二或星期三 則在眾議院進行全體表決 總統拜登表明支持法案 拜登的競選團隊上個月 剛剛才在TikTok開設帳戶 為競逐連任拉票 當時被外界派評是自打嘴巴 他的對手前總統特朗普 在社交平台發問 沒有明確表態是否支持針對TikTok的法案 但就說社交平台Facebook 和他的母公司Meta行政總裁朱克伯格 才是美國的真正敵人 如果禁用TikTok 只會令Facebook的生意規模 扩大一倍 法案要求自折跳動 在法案通過的180天裡 從TikTok平台 和旗下其他應用程式設置 否則將會在美國境內禁用TikTok 路透社就報導 司法部在議員表決之前公開文件 說TikTok收集大量敏感資料 帶來重大的國安關切 TikTok一直否認 向中國政府分享美國用戶數據 公司發聲明說 有關法案是針對TikTok的徹底禁令 將淺踏1億7千萬美國人享有的憲法權利 剝奪500萬間小型企業 賴以發展和創造集約的平台 中方就多次表明 美方在沒有任何證據 證明TikTok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情況下 一再對有關企業搞有罪推定 無理打壓 中方堅決反對 美方犯法國家安全概念 破壞中美正常經貿合作 武先電視記者 朱少倫報導 回來7點半新聞時間 長清隧道有貨櫃車失控 撞向管道的牆 撞爆消防喉 司機受傷 有保險業人士就估計 車主要賠過百萬的損失 一般保險未必夠比 失控的貨櫃車 車頭產上露駁 嚴重損毀 隧道管道部分長身 路駁以及消防喉都損毀 攝氏的貨櫃車下午1點多 原長清隧道快線往九龍方向行駛 在管道內失控 長清隧道屬於政府隧道 有保險業人士說 隧道公司有權向車主追討損失 相信一般商用車 第三者保險未能足夠賠償 狀況都是相當之嚴重的 似乎一百萬是必必足夠的 他就要自己去承擔有關的損失 基本上他的費用不是純粹是物料的費用 維修的費用 他們的費用會比普通撞到燈柱 或者撞到辣乾的費用更加大 受事故影響 管道往九龍方向的快線和中線一度封閉 無視電視記者陳全康報道 另外港島堅尼地城有側人車廠上行人路 撞到一個逃人之後翻側 連同車上面一共四個人受傷崇軟 駕側人車意外之後向右邊翻側 車頂玻璃碎裂 行人路六個花盆撞位 泥土散滿一地 警方說事發下午大約1點 七人車完成西道西行 去到碑爐炸灣公園對開華爾失控 產上行人路之後翻側 一個路過的74歲白白走臂不及 背受傷 而50歲的男司機由手受傷 兩個11歲和10歲的女兒頭和手受輕傷 由救護車送去馬來園 鄉民處研究中有沒有更合適的地方 在國家發展和成就專館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從來沒有放棄找其他船子 政府計劃在尖沙咀科學館的位置 興建國家發展和成就館 將科學館搬到沙田文化博物館 現紙重建 引起公眾擔心文化博物館殺館 政府澄清未定案 沒有放棄找其他的選子 建國家發展和成就館 上次有些誤解 有一個時間真的想過 會不會將科學館搬到文化館的位置 我們在想是重建的 我們可以起高一點起大一點 配合到科學館 但當然這個也要大家公眾接受 我們也不會強行去做 全部攤出來大家去說 他說新選子會考慮市區交通方便旅客的地方 今年的上半年會向立法會交代博物館的佈局 當局職日起連續四個星期六 在不同的地區向市民派雪糕 為了宣傳藝術三月 對於新加坡以重金補貼 國際巨星Taylor Swift到當地演出 楊潤雄說未必用錢就能夠成功 他強調會主動出擊爭取各地的政事來香港舉行 無線電視記者彭永熙報導 國際方面 俄烏衝突未見緩和跡象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承認俄烏戰士持續利好當地經濟 而據報當局軍事援助烏克蘭部分資金回流美國軍工業 俄羅斯國防部星期五發放片段 顯示軍方發射多枚火子彈攻擊烏克蘭 又說過去一星期攻擊頓列茨克等地 摧毀烏軍防空系統、彈藥庫等目標 烏克蘭空軍總司令同日說 前線部隊和俄軍爆發十幾場戰鬥 又控制對方的電力設施和彈藥庫等目標 俄烏戰士爆發至今超過兩年 聯合國最新統計顯示 在烏克蘭累計超過一萬名平民死亡 包括近六百個小朋友 另外有超過兩萬名平民受傷 在國際社會加緊滑船之際 美國繼續軍援烏克蘭 美國防長奧斯丁早前在白宮出席會議 就承認軍援烏克蘭有利刺激國內經濟和就業 華爾街日報早前引述美國聯串局的數據 說在俄烏戰士爆發以來 美國國防長奧斯丁早前引述美國聯串局的數據 等領域的工業產值增長百分之十七點五 美國參議院上個月通過 總額九百五十億美元對外援助法案 其中六百億是軍援烏克蘭 法案有待眾議院表決通過 有美國官員說這一筆資金將會有六成四 回流到美國軍工業 美國至今向烏克蘭提供 累計一共四百三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包括長程彈道導彈和先進坦克等軍備 保鮮電視記者朱石林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說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 在星期日穆斯林齋隔月之前達成停火有困難 而多國就繼續空投物資道加沙 但有江山華爾故障急追 擊中地面人員至少5死11日上 網上流傳片段看到有運輸機 星期五向加沙市沙堤難民營空投物資 有貨物懷疑降落傘出問題急速下墜 人群增傷走備 美國傳媒引述目擊者說 至少一個降落傘未能正常打開 貨物擊中地面的人造成十多人死傷 據報多國那天都有向加沙空投物資 美國和約旦否認同事故有關 除了空投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 一條由地中海島國塞浦路斯 連接加沙的海上援助走廊 可能從今週末開始運作 歐盟、亞聯酋和美國共同參與計劃 美國國防部表示 將會動員超過1000名士兵 在加沙興建一個臨時碼頭 可能需要60天完成 不過有巴勒斯坦民眾表示 美國應該做的是 停止軍援以色列阻止殺戮 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批評 討論海空援助路線 是為了分散外界對以色列 限制物資經六度運送的注意力 以色列就否認阻止物資 通過加沙南部兩個檢查站 加沙的人道危機令國際關注 美國總統拜登也多次向以色列施壓 他星期四在國會 斯大霞和議員騰及加沙戰士 因為忘記關了麥克風 對話被公開 以色列早前警告 如果未能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 在星期日齋戒月開始前達成停火協議 就會對加沙南部拉法使 採取地面行動 拜登也不感到樂觀 路透社引述埃及安全消息指 新一輪停火談判 星期日將會在開羅重啟 但不會有議方代表參與 美國國務卿布朗鵬說 以方已經同意停火方案 視乎哈馬斯是否願意接受 無線電視記者簡令信報導 歡迎收看時事中國 內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說 今年會繼續支持應屆畢業生就業 由信心維持就業形勢穩定 教育部就說會積極培訓創新人才 內地去年青少年失業率一度創歷史新高 今年高校畢業生人數也達到1,179萬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說 今年就業市場開局穩定 高端人才需求增加 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專業人才需求旺盛 康養護理、住宿餐飲、文化旅遊等服務業需求走高 充分印證了當前中國經濟回升向好態勢 是鞏固、增強、服務消費全能的加速釋放 也折射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新智生產力、加快發展的新趨勢 當局又說今年會全力穩就業 支援應屆畢業生、退役軍人就業 我們對保持就業局勢持續穩定 有信心、有底氣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就業總量壓力不減 結構性矛盾仍帶破解 部分勞動者就業面臨一些困難問題 穩就業還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政府工作報告提到要加速發展新質生產力 需要大批創新人才 教育部說會從不同的方面加大創新人才培養 我們會加大對高校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 在他的學術生涯的起步階段就開始 長周期高強度、穩定支持 允許試錯、寬容失敗 讓青年人才敢坐冷板凍、敢闖無人區 產生重要的原創顛覆性成果 當局強調人才培養是國家長遠發展大計 會堅持做好創新人才自主培養工作 培育出更多拔尖創新人才 另外 住房及城鄉建設部說 會堅持房住不醜的定位 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 完善市場加保障的住房供應體系 政府保障基本的住房需求 市場滿足多城市多樣化的住房需求 建立租購病局的住房制度 努力讓你們群眾住上好房子 什麼是好房子 不同的面積、不同的價位都有不同的好房子 全國人大台灣代表團舉行全體會議 有人大代表建議加強台灣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 增強他們對國家的認同感 住北京記者張永恩報導 會議早上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台灣廳舉行 12名全國人大台灣代表審議國務院組織法修訂草案 以及最高法和最高檢驅工作報告 之後回應傳媒提問 有人大代表批評台灣執政當局 對青少年推行去中國化教育 其實對於台灣同胞來說 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是一個悲劇 在去中國化的炒作當中 難道要讓青年人沒有未來嗎 沒有前途嗎 封閉在一個3.6萬平方公里的島內嗎 他建議加強對台灣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 包括舉辦國城遊學、研學活動等 也有人大代表批評民進黨當局拒絕承認狗義共識 嚴重危害台海局勢 我們堅信在大陸的主動作為和積極引導下 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不會改變 兩岸同胞走青走近的共同意願無法阻止 祖國必然統一的歷史大事更是無法阻擋 由第一屆全國人大開始就有台灣省籍代表 1975年四屆全國人大首次設立了台灣代表團 無線電視著北京記者中永恩報導 特區政府在2011年在台北設立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 推動兩地經貿往來等等 2021年開始關閉 有商界認為辦事處有一定的存在價值 亦都有商會認為經民間協調效果更加好 陳金寶在台灣報導 從事網絡保安的Derek 公司在台灣設有分佈 疫情期間與台灣的合作夥伴聊生意 以視像為主 效率提高不少 但日後仍然選擇面對面 平均每個月到台灣一次 始終有很多business decision 有很多human body language 我們都想見面才見到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每個月大約是飛過一次 通常都是見大的客戶 中國人的社會很多時候都真的要見面才談到 那些細節 他說當年到當地開拓生意 最初有經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介紹 我經常覺得有很多東西 我們永遠都有一些brinesport的盲點 可能through民間的和政府官員 有一定的緊密的聯繫 而我們因為這樣而省到時間的話 我覺得有它的存在價值 特區政府2011年 在台北設立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 主力出進經貿、投資和文化交流 2021年暫停運作 有商會就認為透過民間組織促進經貿 效果會更好 會透過一些私人的商業團體 大家互相來做交流 達到成果會更高 效果會更好 例如光電或者一些綠能 需要香港投資者來投資 或者在哪個項目有需求的時候 我們民間的社團 可以透過香港的商界 推介這些香港朋友來 直接帶著台灣的商總來做交流 就可以找出我們實質的項目在哪裏 這樣可以比較磨合得更快 高子民又說 未來一年會組織更多的商界交流團 到香港和內地訪問 協助雙方開拓更多的商機 無線電視記者陳金布在台灣報導 內地將會在5月開始實施新例 加強監管器官捐贈和移植 包括強調不可以利誘他人捐贈器官 亦都不可以買賣人體器官 廣州中山大學孫日先紀念醫院 近日舉行直說活動 紀念死後捐出器官的捐贈者 參加活動的主要是接受器官移植的 康復者和他們的家屬 內地現在有超過14萬人 登記等候器官移植 但是每年只是進行了不夠2萬宗器官移植手術 今年5月開始 內地將會實施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 新例要求加強宣傳器官捐贈 完善器官獲取及分配制度 嚴厲打擊器官捐贈和移植領域的違法行為 包括不可以強迫或利誘他人捐贈器官 不可以買賣人體器官等等 若違反有關規定 會被追究刑事責任 來到最後一節7點半新聞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講座教授陳雲毅說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罪行範圍 總體被諮詢文件有所收窄 是回應社會關注 記者鄧潔營在北京報導 正在北京開會的全國政協委員 港大法律學院憲法學講座教授陳雲毅說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裡面 有關國家秘密罪行元素 對比之前的立法諮詢文件收窄了 我覺得都回應了社會人士的關注 除了引進所謂公共利益辯護之外 對於非法持有國家秘密 非法獲取國家秘密 那個定義我留意到都是有所收窄的 大致上總體來說 我覺得今次的條例草案 對於原有的資訊文件都是有所改善 陳雲毅說 有關經驗的條文參考了外國相關法例條文 特別是英國國家安全法 相比外國類似程序不是特別嚴厲 而且受到法院的監管 而關於煽動罪 罪行定義和元素也沒有特別改變 現有的刑事罪行條例寫法 這次的改動主要就是刑罰 最高刑罰方面的提高 至於說煽動是不需要煽動 其他人使用武力 這個原本法律也是這樣寫 而最近上訴庭的判決也是這樣理解的 如果不去觸犯 就應該都不會受什麼影響 況且煽動罪 其實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是不是真的製造一些影響 而令到其他人 可能甚至受到他的影響 而去做一些不釋鋼的行為 或者犯罪的行為 另外全國政協第三次全體會議 由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主持 全國政協常委何超勤發言說 香港應該在金融、文化物流等方面 發揮制度優勢貢獻國家 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爭職人的角色 推動內地進一步與世界借軌 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精致新體制 貢獻自身力量 全國政協14屆二次會議 星期日上午閉幕 疫情包括通過決議案 和有關人事事項 無線電視記者等結營在北京報道 環保署預計第十二個回收環保站 在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務 但有市民就認為回收設施仍然不夠 影響回收熱肉 有環保團體就批評政府 當年以來未做好規劃 吳玉玲做了近四十年家庭主婦 今晚他煮了一圍拿手菜招呼朋友 政府目標今年之內 在所有公共屋邨設置廚餘回收機 但截至二月 四成六的屋邨還沒有安裝 包括吳玉玲住的屋邨 他擔心如果垃圾蒸費實施之後還沒有 他就要花不少錢去扔廚餘 因為你裝不會把那些 今早早的那些渣或者什麼 一個膠袋放到今晚才再裝 所以一定會用多些膠袋 69歲的馬先生住在灣仔單棟舊樓 但是大廈沒有回收設施 他每個星期都要走十五分鐘 去一公里之外的陸在灣仔做回收 政府預計做好回收可以扔少四成垃圾 但是即使買小一個碼的膠袋 每個月其實省不夠二十元 如果真的不想走的時候 又可能當垃圾扔了它就算了 那挖膠袋都是錢而已 假如多些回收點或者一個回收點的時間 就得到我們 那我們就可以減少一些回收物品變垃圾 有環保團體認為垃圾徵費籌備了十九年 到現在似乎仍然未準備好 反映當局欠缺規劃 政府太過看輕了那個法規 所推出來的震撼性 他安排這些配套這些硬件 應該按捕捉班 不是臨到快來推出這個法規 前一年半載就好像臨急捕捉腳 環保署梅福說 四月起會在四十二條公共屋村 增設回收便利點 而第十二個回收環保站 亦都會於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務 無線電視記者李榮童報導 國際方面 澳洲西部起近的全球最大射電天文望遠鏡觀測站 開始安裝天線 這片沙漠將會插上十三萬支天線 組成全球最大的科研設施 平方公里陣列射電望遠鏡 第一支天線剛剛完成安裝 這些外形好像聖誕樹的天線 每支高兩米 可以探測低頻無線電波 預計三年後全部安裝完畢 組合成巨型的射電望遠鏡 由16個國家合力建造的平方公里陣列分成兩個部分 位於澳洲的名為低頻孔徑陣列 另一個中頻孔徑陣列位於南非 兩地的工程同時展開 選擇在兩個南半球國家的原因 是南半球觀測銀行的角度較階 而無線電干擾亦較少 銀行耗資約150億港元的計劃 成員包括中國、印度、加拿大 以及多個歐洲國家 目標是興建世上最大 功能最強的射電望遠鏡 靈敏度是現今最大望遠鏡的8倍 掃描太空的速度是現有儀器的135倍 希望更清楚地觀測星體 接收在太空中傳播的微弱無線電訊號 從而幫助了解行星如何形成 低頻孔徑陣列的主任皮爾斯說 這種望遠鏡將會令人類見到一些 過去從未見過的太空影像 無線電視記者簡詠信報道 英國倫敦舉行貓選美大賽 由國際裁判團選出最漂亮的貓黃貓後 吸引很多愛貓的人道場地 這隻免因貓是世界上最大種的家貓 不過它今天不是來參賽 而是坐在一個位置做觀眾 真正的參賽者由主人抱上台 輪流在觀眾面前亮相 展示他們經過悉心收剪的長毛 這隻母毛貓不用人抱 懂得自己站在主人的肩膀 主人說母毛貓比較怕冷 所以特別癡人 當然也有人覺得毛越長越好 這隻波斯貓就憑著一身結白的長毛 成為全場的焦點 任何人見到都想伸手摸一摸 至於最罕見的就是這一種人狼貓 牠們由於基因突變 出生之後五至七日 面部就會局部脫毛 上貌好像電影中的人狼 牠們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性格恥狗 忠心而熱情 非常聽主人說 不像其他白眼貓終日搞破壞 裁判員會在台上逐一點評每隻貓的外貌 並講解牠們的評分標準 這位來自哥倫比亞的女裁判 正職是律師 她說到世界各地做貓評判 是她最大的事後 選美會的主辦者說 世界各地養貓的人越來越多 因為貓需要的活動空間比較小 能夠適應擠迫的都市環境 而且不用每天帶牠出街 特別適合生活繁忙的都市人 無線事記者梁明珊報道 日本經典動漫櫻桃小丸子為主角配音的聲優 泰拉克離世 中年63歲 由日本富士電視台 1990年開始播櫻桃小丸子 泰拉克一直為主角小丸子配音 她在1980年代為多套動畫配音 包括山天女福星 雙聚一刻等等 經理人公司說 泰拉克最近病情突然惡化 星期一凌晨逝世 葬禮已經由親屬舉行 另一方面 習英社昨天證實 《龍珠》、IQ博士作者 鳥山明在今個月初病逝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網上公開 《龍珠》、鳥山明的簽名畫 大批動漫迷在網上轉載 據稱是鳥山明生前的首稿 看到吳空和小丸子互換衣 藉此悼念漫畫界的兩位英才